苹果公司宣布新上市的两款iPhone 6手机开卖三天的销量已经超过了一千万只 新的历史记录 而现在iPhone新手机目前是一击难求 不过在美国却有人专门把新到手的iPhone 6拿来恶搞 像是丢进果汁机里破坏 但是根据另一个团体的研究报告发现 其实iPhone 6是目前测试过的手机中最难摔的 苹果iPhone 6新手机现在有钱还不见得买得到 不过美国有人为了测试手机耐操程度 竟然将市面上缺货缺最凶的金色iPhone 6丢进果汁机里脚垃 想知道新手机耐不耐用其实不必这么极端 美国一家3C保护厂商使用机器人测试iPhone的耐摔程度 手机离高度设定在1.2公尺模拟日常 所以,什么被捕捉了? 后6转的iPhone 6 只要你 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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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lus didn't perform quite as well while in-strengthed glass came through unscathed the front and back panels came apart entirely on the left side and while there didn't seem to be any damage would you stop working about 30 minutes later 保护厂商还将两款iPhone 6 以及三星旗舰GF5 进行测水测试 播放中的影片持续在跑 功能没有任何异常 三只手机全都过关 经过防摔防水评比 小尺寸iPhone 6 耐操程度最高 其次是大尺寸的iPhone 6 Plus 三星旗舰GF5 能量度较低 电池续航力却明显优于iPhone 不过苹果魅力无法挡 两款iPhone上市才三天 全球销量就破一千万只 新手机实际使用是好是坏 还得看看消费者反应 记者无线长